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小区 哇塞 起来之后世界都改变了 这么大的雪还在下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北京 北京今天下暴雪 从昨天晚上开始下 我以为今天会停 没想到今天持续了一天 大家看一下 整个就是一片粉装玉器的世界 哇塞 从来在北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 这是我在北京这么多年 第一次 哎呦我差点滑了一跤 你们看看这地下的积雪有多厚 我想如果是住在东北 或者是住在北方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觉得 这个是没什么 但是对于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讲 这已经是超级大大大的雪了 虽然每片雪花不是特别大 但是雪花的密度特别大 你看 哇就像沙子倒下来一样 我这个形容词非常准 沙子 看看这有多厚吧 哇 看 都不忍心去破坏这个雪 看我们小区后头 都说瑞雪照封年 但那是冬雪 现在这可不是冬雪 现在这个是春雪呀 我刚才又打滑了 哎呀 如果说春天下这么大的雪 是什么寓意呢 但是据说好像农作物会被冻坏吧 哇 看看这个雪有多厚 哟 还有个雪人叫冰敦敦 哇 小区的邻居们太有智慧了 这不恰逢冬奥会吗 这个冰敦敦真的是可爱 胖胖的敦敦的 前面还有人堆雪人去看一下 我走了没多久 但应该我身上全都是雪花 我没有撑伞 在这么一个大好的下雪的天气 怎么能撑伞呢 撑伞不就破坏了意境吗 应该独自一个人享受在这漫天的大雪当中 哇 忽然有了一种古人的感觉 古人是用雪水去煮茶喝的 多么浪漫多么有意境 多么有生活的情绪 这堆雪人是一个冰敦敦 冰敦敦 哇 看看这个雪多厚 把车都给覆盖了 看 这些汽车 仿佛都像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一样 好像汽车冰淇淋一样 看 感觉小区的人格外的兴奋 刚才看很多小朋友都出来了 哇塞 大家看一下 这个雪有多厚 天哪 世界都变成了白色 但是最辛苦的是这些外卖小哥 他们还在坚持在风雪当中作业 大家看 这里是脚印 这块大家踩出了一条路 鲁迅先生说呢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变成了一条路 啊 很难得 北京真的很难得遇到这么大的雪 我也很兴奋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当是一个日常的记录送给大家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能够快乐健康虎年大吉